哈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视频空间 今天波罗上传给大家继续更新初代奥特曼怪兽名剑系列所发售的红十字珍藏版当中的五款的一个更新 因为上一期的我是给大家更新了这个杰盾和这个美菲拉斯新人 当然说呢这两个也算是大家可能比较熟知比较了解的 今天更新的五盒呢可能大家了解的并不是很深刻 但是呢我会给大家做一个详细的介绍 所有的一个名剑的盒子都是这个样子的一个峰会 所以盒子的话我不给大家介绍 但这个盒子我都保存的非常赞 我们来打开来一款一款的给大家粗略的过掉吧 因为有的已经是有给大家提起过 这一款呢是怪兽无法地带当中登场的一只怪兽 这只怪兽我就简单的给大家把这个系列给过掉 一台一台的做工是这个样子 整体的一个造型很赞 然后怪兽的一个造型的一个刻画 牙齿啊无论是哪里啊 他都给我们做的呃 应该算是非常赞了 这边有个插口 我们直接对应一下 对应上去之后 可能他这个不是特别的紧实啊 但是可以完美的把它给对应上去 嗯这一款呢我们就粗略的把它给过掉 纸片呢我们就放一边 继续来拆 然后拆这边 呃这个也不用多说 是一个皮革蒙的一个东西 皮革蒙也是在这一画当中登场 呃很简单 我们直接把它给拆拆 我特别喜欢这一块的原因 可能就是因为它这个地台做的很赞 这边鲜花的一个刻画都做了出来 然后背景呢其实就是这种很简单的一个背景 你把它给插上去 哎 有一点难插 好久没有玩了嘛 那这边是拿出这个皮革蒙 还有一个小气球啊 我觉得这个能够还原的也是很不错 当时皮革蒙好像是被雷德王给砸死了吧 嗯这是在初代里面登场的 哎这个造型 个人感觉刻画的该有的细节都有啊 这些一些简单的一个造型 这个小气球呢是把它给安插在这一边的吧 因为这个小气球很容易断 所以建议大家还是要小心的去拆 我们先把这个皮革蒙给插上去 有很多就是朋友买完之后就发现这个小气球是断了 这小气球其实它是安装在这边的 但是好像是安插不上去了 我也不知道